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全球发生不知名怪物袭击,请各位朋友保护好自己。 伴随着喇叭的一阵刺音,便没了下文。 而在这样的末日场景下,根本没人在管喇叭在喊什么,众人纷纷在逃命,这不是梦,也不是游戏中的事件。 在这里,人命如草剑,人们只能颤抖找寻可以藏身的地方,可即便如此,还是会被发现。 这些穿过次元来到人类世界的各种生物,是数千年来只存在于书中,传说中的妖怪。 现在竟然在21世纪的城市里出没,这就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而我有着一股异于常人的能力,在这期间,我能做的就是杀掉每一只妖怪。 同时我也是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这些怪兽的目标是我,我是造成这一切的原因。 在此之前,我能察觉到我身体里的能量,但总是被束缚着。 每当我愤怒的时候,就仿佛有着铁链锁住我的四肢,使我不能行动。 就在八个月前,我还是学校里默默无名的学生,因为我身体的原因,也使得我成为了校霸霸凌的主要目标。 而他们欺负我的原因,就是为了拍视频。 拍这种,观众才能点关注。 打完我后,他们并没有一丝羞愧,只有的是满脸恶臭。 可当我想要尝试站起来反击时,我的身体就像瘫掉了一样,越愤怒,身体越不受控制。 即使我用尽了力气,也只是缠缠爬起,但也很快便被校霸坐倒在地。 在他们的暴力下,嘲笑以及侮辱中,我的愤怒达到顶点。 可即使如此,也不能是我冲破我身体的枷锁。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十九的我力量还在沉睡街道。 这个能一拳打爆怪兽的男人,你却无法相信他在世界入侵之前会是这个样子。 在学校安静的环境下,他们却不知随时会爆发恐怖的世界末日。 在这里,同学们还在侃侃而谈,不是在讨论那个男孩帅气,就是在谈论某某场比赛精彩极了。 而那个极其强大的男人却与学校里的同学格格不入,每当有人想要坐在他的身旁时,便被人拉向了别处。 听着同学议论他的声音,就连在嘴边的饭都难以下嘴。 仿佛在他的身边有一个磁场,使人不能靠近。 这些还不算什么,更甚的是,就在他吃药的过程中,还有人在欺辱他,狠狠地将他踹倒在地。 更是羞辱地踩在洒落在地的药丸,一边踩着药丸一边羞辱着他。 用着丑恶的嘴脸,说着他没父没母,是孤儿对吧? 这句话也同时刺进了男人的心中,心里的愤怒更是达到了极点。 如果眼神能杀死人,面前的两人已经死了无数回了。 两人看到这一幕,也是不由心中一惊,随后便意识到了眼前只是一个废物,尬干地笑了起来。 随着一个光头的到来,只见光头一个凝笑,顺势一脚便踹向了他。 可令男人痛苦的不是挨打,挨打不算什么,更令他痛苦的是,我这句不受控制的身体,越是生气,越是愤怒。 身体久越像是被生锈的铁链紧紧绑住一样,甚至连手指都动弹不得。 愤怒像是心脏快要炸裂开来,一种奇怪的力量在抑制着我。 每次在这个时候,心里就在想,哪怕只有一次机会也好,我也想尽情地发泄愤怒,想把欺负我的人杀掉,全部杀掉。 这个绝望到想要自杀的男人,在未来却是能一拳打爆妖怪的存在。 而现在却是他人生最黑暗的时候,光头看着那陆不服气的眼神,语气恶狠狠地表示,看来还是不服气,接受了治疗,就应该说声谢谢啊。 就在拳头将要落下时,一道声音使得光头停了下来。 喂,让开,就因为你们,搞得我都没办法喝水了。 李露娜,19岁,李露娜只是一个瞪眼,刚才还满脸凶恶的光头,立马如同进入春天,居然还会害羞。 更加离谱的是,表现得也如同一名绅士,完全和刚才的他两个样子。 而那两名小弟也如同着了魔一样,而也就是这个女人的出现将男人拯救了下来。 男人看着前面的李露娜,两人沉默了片刻,男人便狼狈起身,摇摇晃晃地离开了这里。 看着他缓缓走去,女人也是一阵沉默。 看着地上被踩碎的药丸,不由惊讶了一下,转眼,男人来到了楼顶,绝望地想到,无论我到哪里,折磨都如影随形,而且越来越严重。 软弱的我什么都做不了,大家看起来都很快乐,都没有什么烦恼。 就在绝望的他,将要向前一步,结束这一生时,一条短信提示音使得脚步停了下来。 看到短信上的话,耳边仿佛响起了奶奶慈祥的声音。 纳露啊,晚上想吃什么? 纳露呀,你就是奶奶的心肝宝贝,奶奶光是看你吃饭的样子就饱了,慢点吃,要细嚼慢咽。 纳露呀,为了你,奶奶就算死都可以,我的小纳露一定很乖吧。 看到这句话,本已经绝望的纳露,也是渐渐消去了想要自杀的想法。 这时,一生和露那将男人从回忆里拉了回来,只见正容满脸紧张地表示,你在那干嘛,很危险的,赶紧下来,纳露先是愣了一下,便回到,只是看看风景。 正容连忙表示,那也危险,赶紧下来,还有,我没有跟踪你,这句话多少有些没必要。 看着正容,耐露也是不由一笑,正容只有在周围没人的时候才会和我说话,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和我在一起会受到同样的待遇。 随后,纳露便和正容表示自己先回去了。 李露娜看到近来的耐露,也是好奇地看着她,其他同学则是谈论着一些怪事,照片上居然有奇怪黑影,放大一看,也是将同学们吓了一跳。 同时,同学们也只认为这是一个恶作剧,却不知,当天晚上,那个塔里边爬出来的一个怪物,嘴里更是喊着钥匙。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都不会相信这个与怪物打得激烈居然是鹿的奶奶。 事情起因是这样的,傍晚,满身伤痛的鹿回到家,看着镜中满脸的伤痕,陷入沉思。 伴随一个声音,将鹿下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左手拿药,右手抓起背窝。 伴随咔哒一声,一个慈祥的老人出现,看着躺在床上的鹿。 吃完饭再睡呀。 我吃过了,和朋友吃过的。 看着床上的药膏,奶奶陷入了沉默,轻轻地叹了口气。 下次招待朋友回家吃吧,给你们做好吃的。 看见奶奶离开,鹿也是松了口气。 夜晚,奶奶将鹿换下的衣服放在矿里,轻轻一抖,便看到校服上的脚印,心里也是不由一通,而在楼下。 令员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而此时一个刚刚下班的快递员却到了美,只见她的前面突然出现一张怪脸。 转眼,便来到了白天,奶奶一如既往地在做着早餐,而鹿照着镜子发起了愁,脸比昨天肿得还厉害,奶奶看到该吓到了。 那鹿呀,快起床,该上学了,起来吃饭,要凉了。 胃不太舒服,不吃了。 那也吃一口吧。 我就先去吃喜术了,这时,门铃响了,那鹿看着门外的脸,也是不由心中一惊,顺手便将门打开了,奶奶也是缓慢起身,此时鹿正在看着满身伤痕,只见快递员缓慢进入房间,看到快递员内干枯的脸。 奶奶心里有些迟疑,但还是走了过去,当看到快递员那猙獰的脸,也是将奶奶吓了一条,随机,怪物一个击步,吐出尖刺向着奶奶攻击,奶奶为了躲避攻击,也是不小心摔倒,而怪物更是趁这个机会,继续向着奶奶攻去,奶奶也是机灵地躲开,但脸上还是被划伤了,并说出了一句令人深思的话,还是找来了吗? 同时奶奶脸上也出现了红斑,手上仿佛出现了红色雷电,伴随着滋滋响响声,一个甩出,便将怪物困住,拳头一握,困住怪物的绳线更加勒紧,都说了不要再找过来了。 伴随着红线环绕,而那怪物则是艰难地说道,钥匙,没有拿到钥匙前,会一直有人来找的,并挣脱了红线。 伴随着打斗,正在洗澡的那路也是察觉到了不对,按下开关,而此时外面意外地停下了打斗。 听到外面并没有声响,那路便又打开了开关,听到水龙头打开,两人又开始打斗了起来。 伴随着两人越打越凶,正在洗澡的那路还是听到了声音,伴随着开门,那路刚好看到奶奶与怪物打斗。 你敢信? 路探着头出来的时候,居然正好被迷了眼,果然世界之大,作者说了算,奶奶看到路出来, 最近耳朵有些背了,不放声音大点。 听到这话,路就放心了,奶奶暗松了一口气,脸瞬间变得严肃,而妖物即使如此,还说着, 就算,像这样一直逃跑,也没用的。 可是奶奶怎么会听这些话,轻轻松松便将妖物抹掉了,随着妖物消散掉,奶奶也是松了一口气, 而路洗完澡,还在看自己的脸,果然,洗完后瘀青没有那么明显了。 不由探到,靠这张脸吃饭有点不现实,奶奶看着镜中的伤口,转眼便消失不见,宛如金刚狼一样,自言自语道。 什么事都没有,看来这也要放弃了。 两人也是同时叹气道,这该怎么解释? 转眼,路便来到了学校,因为身体的原因总是掉队, 一边跑一边想着,也不知道奶奶在想什么,稀里糊涂的出来了,看着奶奶表情不太好,发生什么事了吗? 不会的,先集中精神,而路每次都不想要一个坐在角落,即使落在最后,也硬撑着要跑,看到自己被拉得这么远, 按道,你就这么点能耐吗?可是,这操场这么大的吗?扑通一声,一旁的体育老师看到这一幕,也是赶忙招呼同学送到救护室, 看着碧蓝的天空,路也是陷入昏迷,梦中他看到无数的妖物,在追着某个人,在其身后还有着红线一个乐器, 便跳入了河中,伴随路的惊醒,坐起身,扶着头,那个梦,每次摔倒的时候都会反复出现,到底是什么呢? 这时,听到兜里的铃声响起,看到是奶奶也是想到,难道是老师告诉了奶奶,接起电话没多久,路便陷入了沉默,只听奶奶道, 事情就是这样的,奶奶现在要去中介了,回家后就收拾行李啊, 我们才刚搬来多久,又要搬家,我们又要逃跑了吗?逃跑?不知为何从小时候我们一直这样? 今天有个转学同学,名字叫何露娜,没到一个地方,我的悲剧就会有重演一遍,刚来没多久就又转走了,一直在重复, 直到现在,奶奶看着地面,心想,越逃他们跟得越紧,能坚持到什么时候吗? 我到底能保护你,到什么时候吗? 而在某处垃圾场里,先是出现一只,随后,便钻出了许多妖物 危机来袭,外面是一群强大的妖物,奶奶是否能抵挡住这些妖物? 在那些妖物的出现点正是公路的旁边,恰巧的是,此时,正有一名快递员从这里驾车而过 该说不说,作者可能喜欢快递员吧 就在快递员嗨歌的时候,只听车顶出现哐当的声音,好奇地看过去,就在回头的时候,听到耳边 安全驾驶,安全驾驶,转头看去,脸色瞬间变黑 伴随着急刹车,快递员就此落幕,视野放大,只见无数只妖物向着货车而去,很快,便来到了白天 而昨天那个被劫持的货车居然来到了小区下面,就在货车过来的时候,正在吃东西的猫也是瞬间耳朵竖起 开始不安了起来,而随着货车越来越近,就连楼里面的猫狗都开始不安地狂叫了起来 这话谁谁也不敢想,这怪物居然会开车,还把他的一众兄弟们都给拉了过来 而陆和奶奶此时还不知危险即将到来,还在好奇这狗为什么一直叫 大早上的这么吵,就在两人聊天的时候,奶奶貌似听到了什么 立马回头看去,随后迅速站起,说道,都吃完了吧,快迟到了,赶紧去上学 还没等陆有任何反应,奶奶就将盘子收拾了起来,更是开始催促起了陆 一手拿着她书包,一手推着陆,还说着,记得到学校跟老师说转学的事情 随着哐当一声,陆就这么蒙蔽地被推了出来,那脸上是满满的不解 这时,陆也发现整栋楼的狗不再叫了,异常安静 奶奶也是,今天特别奇怪,就在这个时候,电梯开了 前面站着一堆快递小哥,殊不知,这些全是想要抓陆的妖物 而那些妖物此时就仿佛没看到她一样,如同常人一样 从陆的身旁走过,而那些妖物身上的味道,就仿佛黑烟,围绕着陆 仿佛进入了一片黑暗,就在陆好奇那些快递员去哪里的时候 一名大叔提醒他快上电梯,即使身处在电梯,陆还是觉得有些奇怪 而那些怪物,则已经到了门口,门的外面是一群妖物,门的里面则是已经准备就绪的奶奶 而陆则是来到楼下,恰巧看到了货车 向里看去,一件快递都没有,不由好奇,怎么那么多的快递员 就在这时,哐的一声,扭头一看,便看到楼上掉下来一个人,看着掉下来的楼层 陆意识到了是自己的家,赶忙告诉旁边的保安大叔拨打警救电话 便飞快地向着自己家奔去,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奶奶一定不要有事 而奶奶那里,只见无数妖物露着可怕面容向着奶奶奔去 而奶奶则是气定神闲,用出了毕生所学,还没等那些妖物反应过来 就见无数红线在那些妖物的身上切过 而奶奶则是面目冷酷地从中穿出 打斗过程中,奶奶为了不让路进门,竟意外被妖物所伤 为了不让路担心,即使身体被冻穿,也是一声不吭 可奶奶不知道的是,在外面的路,已经被妖物困住 尽管奶奶的攻击如此之强,但还是会有落网之余 妖物趁着奶奶就力刚去,心力未生之际,用力撞向了奶奶 而奶奶则是挡住攻击,并将手中的的红线用力拉紧 便将那些妖物分散了开来 可就在这时,奶奶一声惊呼,看着缓缓走来的男子,有些诧异 而男子则是表示,别硬撑了,反阵亡的军队要来了 奶奶直接便是挥手攻击,妖物一个没注意便被缠上 并被奶奶给拽了过来 奶奶并说道,就会说些大话,从狗洞里爬出来的军队吗 妖物听到这话,也是咬牙切齿,并挣脱了红线,叫道 萨娜,把门都打开,给我乖乖地交出钥匙,迎接王的军队吧 而奶奶则是趁他说话之际,一个缠绕,并抓紧红线 紧紧地将妖物绕住,使其不能动弹 随后便从空中带着红线,狠狠地落在了地上 看到妖物痛苦地嘶吼,非常霸气地说道,究竟谁才是王 而此时的路,还在疯狂地奔向家里 妖物尽管如此还在说着,蠢货,我让你把钥匙交出来 而奶奶强硬地表示,没有钥匙,门已经全部关闭了 此时路已经来到了门口,即使已经泪成了狗 但为了奶奶,也是立即开门 而奶奶听到门的声响,也是意识到了什么 就在路还在疑惑为什么打不开门时,只因奶奶红线缠住了 而也就在此时,妖物竟趁着奶奶分心之际,重创了奶奶 奶奶即使如此,也是一声不吭,而是顺势斩掉妖物的手臂 而在外边的路听到妖物惨叫的声音,着急地敲起了房门 看到奶奶如此,妖物也是猙獰地笑道 话说回来是有个小男孩吧,一个能让警卫队长放松警惕的男孩 看到奶奶身上的气势,妖物更是放肆地大笑 看来我猜对了,要不然你也不会散发出这种杀气 如果让王知道那个孩子的存在,还没等妖物说完话 就被奶奶控制住,奶奶并表示,父母怎么会知道呢 毕竟你会死在这里,而在门外的路,还在用尽全力在开着门 他的后面却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一名妖物 而屋子里的奶奶也已经将那名妖物抹除了 就在奶奶捂着伤口想着逃亡去那里时 门开的声音,却引起了奶奶的注意 转头看去,居然看到路在妖物的手里 在乎你的人,即使受的伤再重,他依然还是会奔向 当妖物带着陆出现在奶奶面前时 一向稳重的奶奶此事也出现了慌张 把孩子放了,我就把你们想要的东西给你们 而那妖物显然是不相信奶奶的话 让奶奶先把钥匙交出来,不然你孙子的脸可就保不住了 看到这一幕,奶奶失了方寸 瞬间展开战斗姿势 当奶奶看到路那震惊的表情时 也是心中一颤,不由地放下了准备攻击的手 可也就是因为个放手,让妖物找到了机会 飞出自己的触手,瞬间展向奶奶的手臂 路看到这一幕,也是用处全身力气 咬向妖物,妖物吃痛也是将路给甩了出去 奶奶看到路的样子,而当路抬头看去 却看到终生难忘的事情 奶奶不顾身上如此重的伤 不顾身前的妖兽,也依然向着自己冲来 而妖物则是趁此机会,向着奶奶刺去 起身,满腔的愤怒,向着妖物冲去 可奈何与妖物实力差距太大 而妖物看着倒地不起的路 大笑道,警卫队长萨娜居然沦落到这般境地 真让人失望啊,为了一个区区人类 居然敢在敌人面前放松警惕 可刚说完这句话,就感受到了身后的滔天杀意 看着身后那暴怒的奶奶 妖物也是一惊,而奶奶的身后只见无数红线 轻轻一回,便向着妖物射去 而妖物瞬间便被红线缠住 奶奶用力地一握,便将妖物粉身碎骨 奶奶随后便无力地跪倒在地 看着倒在血泊中的路 奶奶也想起了以前,动荡不安的日子开始了 那是个惨烈的战斗,暗号变野 山火熊熊,血流成河 在大军坚持不住之际,她将路交给了我 在最后一刻,我带着路来到了人间 而此时路心脏又开始咚咚咚地跳了起来 耳边响起,活过来,路 尽管奶奶带着许多对路的不舍 但为了能使年幼的王子拿起武器 不惜用自己最后一丝气血来为路创造条件 奶奶看着身受重伤的路 看到,逆天而为的武力依旧统治着那片大地 而通往这个世界的裂缝再逐渐扩大 不知道库母的士兵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所以我只能让年幼的王子拿起武器 加入这场战争 随后只见奶奶身边冒出无数红光 伴随着奶奶那坚毅的目光 红光逐渐凝聚成一小团 我要将我这所剩无几的气力来输进这具年轻的身体 我这一生背负了太过沉重的弹度 伴随着气力输入路的身体 封锁在路身体里铁链也已崩碎 看着逐渐恢复的路 奶奶想要再摸摸路的头 可身体消散的速度太快 警卫队长萨娜就陪您到这里了 请您保重,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伴随着奶奶的消散 路也悄然醒来 很快,一个月后 在一处警察局 路已经成为了这里的常客 很显然,这些警察已经有些习以为常 而那些警察显然只认为奶奶只是离家出走 并不是被人杀害 而路将自己画出的妖物交给他们看 他们只是认为路在没事找事 最后路只能无奈地离开 而那天,保安叔叔也说他什么也没看见 监控什么也没拍到 我所看到的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就如同什么都没发生过 一切都原封不动 可每当我闭眼的时候 总是会想到这些场景 这些全都是假的吗 都是梦吗 但奶奶是真的消失了 这下我彻底成了一个人 第二天,路便来到了学校 显然校长是知道路的家里 为了让路放心 校长更是表示 他家里的事情已经尽力处理了 这一个月你也忙坏了吧 你至少还得上学是吧 就算为了你奶奶也好 很快便来到了体育课 在这一月里 路也在发觉自己的身体在悄然变化 不管是身体 还是感知 甚至其他人的呼吸声 周围的一切尽收眼底 但这一个月来 我总是感觉到有人在监视我 难道那个人和奶奶有关 可学校里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个事情 难道那个人是 听到后边有脚步 刚想要说 谁啊 一直跟着我 可当回头 卡在嘴里的话便吞了回去 居然是李露娜 而李露娜看到路在等他 也是有些好奇 而路则是满脸肝巴 按道 难道是我太敏感了吗 两人也是边走边聊 李露娜问道 你吃饭的时候都会吃药 最近怎么没看到 听到这话 路也是不由一惊 对啊 听他这么一说 我才发现 我从那天以后就再也没吃过药了 随后便敷衍地的说道 因为现在好多了 就在这时 路貌似察觉到了什么 还没等李露娜反应过来 就跳窗跑了出去 更是表示 我突然想起了一件急事 我先走了 把李露娜整个一顿乌语 而在看到路远去后 李露娜也是笑着说道 以后都不用吃药了 真是太好了 很快便到了晚上 最近总有一种感觉 我的身体不一样 不管是在体育上 还是在走廊的时候 都有一种神经紧张的感觉 现在也是 总觉得这种感觉很熟悉 就在这时 居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 居然是露娜 原来她在我家附近的便利点打工吗 去打个招呼吧 但一想白天 路还是决定散了 就在想要回家时 看到一名老奶奶 独自一人收拾垃圾 不由想起了自己奶奶 帮起了老奶奶 看着老奶奶高兴的样子 路也是不由想起了自己的奶奶 看着那随时可能瘫倒的纸箱 路也是表示 去将那些纸箱带过来 就在路拐入角落的时候 视角拉远 只见不远处 居然出现了两个学生 视角转到商店 李露娜看到有顾客光临 当看到是笑霸的时候 也是脸色一变 当听到他们想要买香烟时 不管是多好的态度 李露娜也是脸色阴沉 随后便说道 出示一下你的身份证 当听到李露娜想要身份证时 笑霸也是咬牙切齿 恶狠狠地表示 不要以为你长得漂亮 我就让你 要不是后边有人拦着 笑霸都准备动手上拳了 随后更是表示 自己是留了两年级的 好歹也算你哥哥 所以说 快给我拿烟吧 而李露娜机智地问了一个问题 你数什么 随后叫霸满脸猛逼 在之后成功空手走出商店 就在笑霸想要搞点事的时候 另一个人表示快看 那里有个老奶奶 随后就见笑霸拿出钞票 表示 老婆子 拿着钱去帮我买两包烟 找灵就当是送你的礼物 这钱可以抵你今天一车的废品 老奶奶也是表示 才多大年紧就抽烟 混账小子 听到老太太的话 少年也是拍着老太太的头 再混账也轮不到你来管 少给我说叫 赶紧去给我买 而当露拉着小车回来时 便看到了这一幕 脸色阴沉 大叫道 助手 随后赶忙跑过来 让老奶奶将这些东西带走 而笑霸看到这一幕 表示 你是在当正义使者吗 真感人了 关你什么事啊 臭小子 那是你奶奶吗 我问你是不是你奶奶吗 当看到被他们踩碎的纸箱 露也是瞬间气得咬牙切齿 看到露的表情 笑霸也是笑着表示 看看这小子 不敢看我 还这副纯样子 随后 拽起露的领子 便将露拽进了一个小巷子里去 你小子这一次是活腻了是吧 就在被欺负的时候 是从那里开始的吗 无法发泄的愤怒直上心头 也就在这时 一股能量涌上心头 抓起笑霸的脚 轻轻一用力 便单手就将笑霸翻倒在地 若是给你摆背力量 你是否能搬起这根 比人粗的钢筋吗 露并没有摆背力量 却依靠着本身力量 将这根比人粗的钢筋 硬生生举了起来 当伙伴看到笑霸被打倒 也是火急火燎地打了过来 来到了笑霸的身旁 就连露的异状都没发现 可当回头呵斥的时候 却惊住了 这家伙的脸怎么成这样 到底怎么回事 而露貌似也是发觉到了 自己的异常 一边跑一边想着 怎么会变成这样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那时候明明伤得很是 但我醒来后一点 伤口都没有 从那天开始就感觉不对劲 感觉不一样了 就像不是我的身体一样 而且在巷子里 那不属于我自己的力量 在我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很快便来到了学校 露听这帮人的聊天 你听说了吗 刘鱼据说被送进了急救室了 不知道是因为打架还是出事了 反正受伤得很重还住院了 而身为刘鱼的伙伴 却怎么也没想明白 每天都在喝中药 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 不可能变得这么强吧 随后 站起身来到了露的身旁 看到露根本不抬头 你这小子敢无视我 虽然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手 但我朋友因此受伤了 听到居然会是露打伤的刘鱼 身为露的朋友 也是不由替露担心了起来 看到露对他爱答不理 男人也是气急败还 就在男人想要动手时 露的好友打断道 露最近出了点不好的事 刚想要说下一句 就被打断道 那就闭嘴吧 你是什么东西 就在笑露说得欢的时候 露突然站了起来 看到露那满脸严肃的表情 笑露也是有些害怕了 这家伙本来这么高的吗 还有只眼睛 根本不是人了 和昨晚根本不一样 感觉真的是有什么东西 我要先出手揍他吗 可看到露的眼睛 也是瞬间吓得转身走了 来到了晚上 此时露正在夜跑着 而那些狗看到露 就像看到妖物一样 可露只是回头看了一眼 那只狗就瞬间钻入了主人的怀眼 很快露便来到了一处宫底 顺势跑了上去 看着空旷的楼顶 露也是迎着风 顺势便抬起了头 而这时 一旁的钢筋却吸引了露的注意 转身走过去 简单抚摸了下 一只手便用起了力 即便用出全身力量 结果还是不行 就在露感叹力量不行时 回头竟看到了 被自己捏变形的钢筋 随后便用出了双手 这次用力脸上的符纹 都显现了出来 随着一声怒火 那钢筋竟被露单手抬了起来 露看着钢筋 不由想到 自己究竟变成了什么 伴随着楼道里哒哒哒的声音 一名腿部受伤的少年 挥门走近 看到少年这个模样 班里的同学一脸纷纷 而和他最要好同学 一直在询问那天晚上 到底是怎么受伤的 而少年则是并没有听着同伴说什么 而是将视角转移到了露的身上 就在这时 一声怒吓将少年吓了一跳 随后就见到少年 一脸惶恐的让同伴小点声 别打扰道路同学学习 随后便手忙脚乱的找起书了 看着书都麻烦的少年 同伴也是陷入了沉思 到底怎么回事 难道是那天 很快便来到了中午 同学们正在开心地吃着午饭 而这时 光头大汉从后面出现 此时两人还在 咪咪咪地吃着炸鸡块 殊不知 后边的光头 早已经看上了他们餐盘中的炸鸡块了 当两人得知光头 看上了自己的炸鸡块 纷纷露出苦涩的神情 没多长时间 就见到光头餐盘的炸鸡块 比别人多了几倍 把旁边的同伴都给馋扑了 光头这时还在左顾右盼 看看还能再抢点雾 还没等脑瓜子转上一圈 光头便看见了自己的脸神 那可是激动地挥起了手 更是和舔狗一样 就连自己辛辛苦苦抢来的鸡块 都准备给自己的脸神 可他貌似没听过这句话 舔狗舔狗 舔到最后一无所有 女神是丝毫没打理光头 一个转身便躲了过去 光头瞬间石化住 而女神转头就来到了 鹿的棒鞭 更是询问道 我可以坐在这里吗 随即 餐厅便响起了议论声 而鹿听到这些话 也是不小心噎到了自己 这都在瞎猜什么 而女神也是非常给面 看到鹿噎到 不仅提醒鹿慢点吃 还将自己餐盘里的炸鸡块 夹给鹿 坐在后边的光头 听着同学们的议论 气得那是浑身发动 那极度的样子 就仿佛正在看视频的兄弟们 只能将力气 用在吃鸡腿上 而光头也是越险越气 随即就将气撒到了同伴身上 更是有些疑惑 同伴的腿 怎么会让窝囊废路给打折呢 你身为我的小弟 居然被学校里最窝囊的家伙 收拾了 你就这么忍了 光头看着同伴 坑坑痴痴的样子 更是气上加气 看来这小子那天晚上 是出现幻觉了 得需要好好打醒他 正当光头在想 如何教育同伴时 露娜居然出现在了他们的身后 随后更是当着面嘲讽他们 也只是欺人怕硬的家伙 只会欺负那些不敢反抗的人 其实现在你们心里很慌对吗 听到露娜这么说 光头也是善笑道 怎么可能 我们怎么会怕露娜蠢货 不过是不想欺负她 露娜听到这话 哦 是吗 我看你们分不清楚次 所以我来告诉你们 谁更胜一种 听到这话 光头连忙解释 可还没等解释 就听到露娜道 你怕了吗 没事 我能理解她 光听到这些 也是不由眼面笑道 毕竟 谁会相信 长期被他们欺辱的人 会是一个很厉害 看来这一次 该给她来一次 让她心里难忘的物理 而露这里 则收到了一条短信 信上则写着 今晚六点 后门不见不散 更是有着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露看着这句话 想着会是谁呢 殊不知 在校园里 这条消息 已经炸开了锅 只要是带着手机的同学 基本都知道 六点以后会有大事发生 纷纷做好了看戏的准备 甚至还有人猜测 露在转校前是校霸 之前都是假装的废物 而露则是一脸蒙蔽地走了过去 奇怪着他们的说什么 很快便来到了棒 如约定一样 露和光头准时到来 光头宁笑地说了 没想到 你这个胆小鬼居然回来 看来是想念我的拳口了 而周围看戏的同学 则是谈论着两人的实力 看着慢慢走过来的光头 露想起了短信上的话 如果你不去了结的 那麻烦会越来越多 想到这些 一向温和的露 也做出了决定 而就在露刚刚下定决心的时候 就见光头挑衅地说道 他太菜了 跟我打架 根本不公平 那既然这样 我就让你先出手 听到这句话 身为光头的同伴 脸色凝重了起来 而周围的同学 则是在起哄的 光头则是将头低了下来 来吧 痛快地打我一拳 而露长这么大 都没听过这么件的要求 一拳挥出 仅仅只是拳风 光头仿佛坐在飞机上 将头伸了出去 随后 光头就真如坐飞机一样 优雅地飞了出去 我要飞得更高 年少身体好 躺下就睡 露这时候 可不允许他睡觉了 一把抓起光头 说道 这才哪到哪 才刚刚开始 而在现场的同学们 瞬间陷入诡异般的死寂 现场只剩下 拳拳到肉的声音 而光头的同伴 只是呆愣愣地看着现场 这一刻 露仿佛一个杀神 眼里满是冷酷 就在拳头再要落下时 只听一声微弱的声音 住手 我错了 饶了我吧 而露只是缓缓靠近光头 冷漠地说道 还没死呢 随后 便如丢垃圾一样 丢在了地上 可露不知道的是 在学校的天台上 有人在默默地观察这场战斗 本以为只是单纯地 看望这场战斗 却没想到 露娜居然说出了果然是你 看来这又是一个 带有秘密的人 此时露的家里 居然出现了敲门锁的声音 视角转到门后 就见到一个敲咪咪的声音 没多长时间 便见到紧闭的房门 支哑哑地开了 而此时的露浑然不知 家里进了妖物 还在想着 同学和他说的话 你变了很多 我变了吗 的确 以前那个蠢货已经死去了 同时死去的还有频繁的我 不能后悔 也不会后悔 而房子里 妖物还在细细索索翻着东西 而露此时已经来到了门口 暗像密码锁 也就是这个声音 引起了房子里妖物的注意 随着露进入屋里 开灯 屋里瞬间恢复原样 并没有妖物的踪影 露随意地放下书包 并取出了书包里的矿泉水 随着他喝水的时候 视角上瘾 那名妖物也是逐渐露出了踪影 而当露喝水时 却发现栽在盆子里的花有些哭了 看到露去向盆栽浇水时 妖物看到了机会 伸出手想着露攻击 而本该出现的画面却没出现 而是露随手就将盆栽 砸向了后面的妖物 而露为什么能发现妖物 则是他从进电梯开始 就闻到了一股味道 看着妖物 露也是想到 看来这就是那些东西的其中之一 妖物惊讶地问道 你是谁 而露则也在好奇妖物的身份 可还没等到回应 就看到妖物瞬间起来 幸好露不再是从前 激发身体的潜力 一个平躺躲过了锋利的爪子 凭见敏锐的身体 瞬间便抓住妖物的手臂 随即双手用力收紧 一用力便将妖物的手臂掰断 痛得妖物大叫了起来 颤抖地说道 你不是人类 露听到这句话 恍惚了一下 但也就是这么一恍惚 那妖物竟然自断一臂头了 妖物从楼上跳下来后 也是不有好奇 他到底是谁 明明是人类气息 可随机 他便睁大了双眼 只见露居然从高楼上 直接跳了下来 并踏着左右两侧的空调外机 没几下就追了滚 不得不说 这一幕还是很帅的 顺手 脚便落在了妖物的脸上 而当脚落在他的脸上时 他的命运已经注定 随后便见到妖物 如同弹药一样 直直地射入地面中 而当露来到地面时 却只见一滩血渍 并没有见到妖物 虽说妖物跑得很快 但它是藏不住的 因为露可以闻到他们的味道 这一刻 人和妖的人物立场仿佛反转了 妖物一边跑一边想 那到底是个什么怪物 先不管了 先跑再说 当物之急事先回去报告这件事 可他不知道的是 下一刻他就将精力跑步 这一刻 仿佛露变成了妖物 而妖物则成了人 看到露的一瞬间 妖物也是躲响了旁边 并趁着露清理障碍物时 跑到了对面楼上 而露则是随手拿起一个钢筋 摆出了一个标准头枪姿势 随后用力 就见到钢筋像子弹一样射了出去 并且精准命中把心 露费了九牛之力 终于将妖物捉到 可还没等露询问 妖物反倒问起了 你是谁 露则反问道 不对吧 应该是我问你 说你为什么找上我家 妖物则表示自己是来找萨纳的 听到萨纳 露想起了之前发生的事情 那个妖物当时对着奶的叫的也是萨纳 妖物紧接着说道 一个月前去找萨纳的那些士兵 一个都没有回来 所以我才过来 可还没等妖物说完 露就迫不及待地问道 为什么找我的奶 妖物有些疑问 你是说警卫队长那是你奶奶 到底是谁 没等妖物说完 就见露狠狠地动起了伤马 大叫道 闭嘴 我说了是我问你 你来回答我 你们这些怪物为什么要找我 而妖物则表示 萨纳带着钥匙逃跑 父母是为了找钥匙 才把我们送过来 而露则是询问道 送过来 从哪里送过来 从次元彼根的魔族 等等 你也是魔族的 只听妖物道 听到这些话 露有些不相信 魔族 别胡说八道 你说我和你一样是怪物 随后就见妖物嘶吼道 真是愚蠢 你好好看看自己 你以为自己是人类吗 听到这句话 露产生了自我怀疑 不对 这怎么可能 当回头看向破碎的镜子时 竟看到脸上有着奇怪 伸手摸向了脸上 这到底是什么 我究竟是人还是 可也就是恍惚的骗感 等到露回头时 妖物已经消失不见了 而在城市的某个角落 妖物显现出了身影 而这是一位喝多的水友 正好经过此处 看到妖物蹲在井盖旁边 好心提醒了一句 那可不是门 是井盖吧 妖物看着这个喝醉的家伙 心里起了玩弄之心 只是向后诡异的一笑 就把那个男人 吓得一屁股坐在了水 便眼睁睁看着妖物 搜一下就进入了下水道 而那个醉汉还在自我调整 一定是我把酒混着喝的淫衣 不能再混着喝了 此刻还不能接受现实的鹿 在马路上狂奔 可也在这时 脚也滑了 居然摔倒了 刚好摔在了旁边母女的身旁 而显然 小女孩看到了鹿的脸 抓紧母亲的衣 害怕地说道 妈妈 那个哥哥的脸 而这句话也显然刺激到了鹿 摇晃地爬了起来 便在大雨中狂奔了起来 仿佛自己跑得越快 别人就不能看到自己的脸 与此同时 在世界的另一边 次元彼宫 在魔海中 矗立着一座魔宝 而在魔宝下方 那个受伤的妖物躺在沙滩上 而在魔宝中 几人正在交谈 是派去找萨奈的侦察兵 的确 目前为止派去的士兵里面 唯一一个活着回来 只见一旁的老头 让侦察兵把看到的都说 只听侦察兵说道 萨奈的确是死 没有转移的痕迹 那地方还有一个孩子 看起来是叛徒 但他似乎不知道自己是魔术 旁边的老头听我这些 表示 你至少把那个孩子带回来 而侦察兵色索地表示 我是想把他带回来 但他太想了 而老头听到这话大怒道 所以你连一个孩子都动不了 还带一身伤回来 而侦察兵表示 他不是一般人 不仅很强 速度很快 就连他的气息也异常冰 只是接触到他呼出的气 身体就被冻僵了 而坐在王座上的男人 听到这句话 双眼冒出金马 而这时在后边的一人出现 轻声念叨 冰冷 身体会被冻僵 这个男人则是魔术武将 陈 只见男人缓缓走到侦察兵旁边表示 你确定吗 冰冷的气息 就见侦察兵肯定地表示 我确定 那绝对不是错觉 自内而外散发出来的冷嗖嗖 就像冰冷的火焰一样 可刚说完这句话 就见陈的手直接刺入怪物脖子中 随后就向丢垃圾一眼 将侦察兵的脑袋丢了出去 而看到这一幕的老头也是下脸 赶忙低头表示 冰冷的火焰绝不可能 那可是狄子的象征 怎么可能还存在 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 陈泽表示同意老者的话 但是话不能说得太满 这一切皆有可能 冰冷的气息 继承给狄子的冰冷火焰 自太初时起 人类与妖怪间的战争就从未平息过 在人类与魔界有一个巨大的通道 那里有着无数人的鲜血 在那场战争后 人类关闭了作为次元通道的共生之门 就这样 随着时间流逝 对人类而言 我们变成了传说或是他们的想象 共生之门虽然已经关闭 但裂缝已经遍布了处 视角转到警察局 只见陆急忙地冲向警察局里 急切地推开房门 男人看到陆赶来 也是叫道 你来了 快过来看看 这是之前的监控录像 因为其他的案子 我们一直在看 我们发现 你的奶奶在这条巷子里被拍到很多次 看着奶奶那熟悉的脸熬 陆激动地表示 没错 而旁边的人表示 你奶奶的身体不好 这里可是很有名的药材市场 听到这话 陆突然想起了之前奶奶让我把药带的 难道是因为那些药的原因吗 想到这里 陆急忙向外冲去 边跑边说道 请把这里的地址发给我 只见警察叫道 这是两个月前的 现在去已经没用了 看到这个地方 陆不由抬头表示 这里比想象的药大 我的药就是奶奶在这里买的吗 虽然不知道这里的那家店 但只要找到那个药材行就知道 只见陆询问者旁边的人 心里想到 这样就能知道 我之前吃的究竟是什么药 不要着急 虽然希望很渺茫 那个熟悉的味道明显就混在其中 这时 突然陆闻到了熟悉的味道 询问道 请问那个 我来找一种药 只见那名老头眼神凌厉地转身 询问道 你得谁买药 只听陆说道 萨娜 听到这话 切药材的手停了下来 擦了擦手 并告诉陆 在这里等一会儿 看着久久不出来的老头 陆突然想到了糟糕的小马 赶忙跑了过去 掀开门帘 难道他逃走了吗 不过当陆从门口看去 正好看到了逃走老头 看到老头如此轻松地翻过墙头 陆又按道 这个爷爷果然也 只见陆也是迅速翻墙过去 脚压一灯 迅速追上了老头 并表示等一下 而老头则想到 好快 随后一个转身 一个大跳 便踹向了陆 而陆也是急忙说道 萨娜是我奶奶 果然 脚停在了陆的面前 老头表示 你刚才说什么 而陆则是拿着药品 表示 萨娜是我的奶 老头拿着瓶子说道 这是一支剂 虽然有副作用 但是能压制服用主 不让其在自己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显露魔族的外貌 像你这样经历不足的魔族之人 要想隐藏在人类之中 就需要这种药 萨娜给你吃的就是这 而陆则问道 这个可以帮助我不成为怪物 而老头则表示 怪物 为什么要用人类的词汇形容我 看来你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魔族 陆则是想起了之前那个家伙 也是说的同样的话 老头则是想 萨娜带着这个孩子从猎戏中出来 这孩子究竟是谁 那您能不能说一说关于奶奶的事情 老者说道 萨娜曾经是魔族王室中最优秀的部位 他作为王室的警卫队长 贴身保护着王室 突然一天 叛军起事了 王的弟弟父母带着部队打进了王宫 那是一切动荡岁月的开始 许多人为了保护王而化过一理青烟牺牲 最后 联王和王妃都在战争中 父母坐上了王位 将追随先王的人都杀了 活下来的一些人就来到了这里 这里就是人类生活的世界 而你的奶奶也是一样 我来到这里不久 萨娜就来找我了 而我们活下去就必须隐藏 而父母为了扑灭幸存的活主 一直在 派人来到这里 我刚刚以为你也是他派来的人 路则说道 所以你才会看到我对他 老头接着说道 如果认识萨娜 那就是魔族 而且他们一直执着于抓到萨娜 好像是为了拿到萨娜带走的某种东西 萨娜在逃亡的同时 也一直在找我来 我本来还在想 要应该吃完了 所以我好担心来着 萨娜出了什么事 看着沉重地低下了头 并看到少年滴下来的眼泪 身为老者如何不能明白出了什么事情 叹道 最终还是如此 不过 他们是不会放弃的 在拿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之前 他们还会来 既然萨娜已经死了 那他们就会继续找你 而听到这话 路没有想到 现在轮到我吗 魔戒 只见魔王库姆骑在魔龙身上 远远地看着通往人类世界的次元猎系 只听库姆问道 这段时间以来 我通过这个猎系中派出的士兵有多少 这时 魔王库姆身边的男子表示 有数百名了 但几乎没有生还的 其中小部分是被萨娜杀掉的 但大部分都是在猎系中丢掉的性命 毕竟这里是死神之口 死亡率过大是很正常的事情 随后 魔王语气坚定地表示 必须要把门打开 我们要洗去为了逃避人类 而被困在这里的事 只有掌控次元之门 才能掌控整个世界 听到这些话 手下赶忙表示 您说的没错 如果不杀死他们 被吃掉的就是我们 而以萨娜的性格 一定会将钥匙交给王的后代 听到这话 王当机立断 表示 既然目标已经明确 那这就是我们的机会了 派出影子 去把王的后代找出来 那个孩子就是钥匙 开启共生之门 如果钥匙下落不明 那门就再也无法打开 但是 你们要记住那种 不会熄灭的冰冷火焰 与此同时 而在人类世界的路 在听到买药大叔的那些话时 脑海里不由想到了以前 那时 随时都在逃亡中 总是独来独往 一直都是形单隐之 一直活在恐惧中 我以为我无法挣脱这个牢笼 我以为我已经一无所有了 我还揣着这种想法 活到现在 以前不理解奶奶的做法 直到现在 才明白 原来一切都是为了我 现在我是魔族 还是人类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们杀了我的奶奶 而我也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套跑了 转眼便来到了第二天 当她收拾完屋子后 却发现还有东西遗落在角落 当看到相册的哪一刻 路不管此时的心情如何 也是释怀了开来 一边按道 不管奶奶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不管她在那里 一边将照片撕了下来 放入了自己怀中 奶奶永远都是我的奶奶 我最亲的人 才来到学校 路就想起了之前 暴打赵上春的事情 如果在学校传开的话 不会出现什么奇怪的传闻吧 而当路进入教室后 教室里的同学 也是齐齐静止不动 整个教室安静得很 同时也让进入教室的路愣了一下 随后就看到那些 平常不说话的人和她打招呼 还没等路缓过神来 就被郑荣推着进入了教室 而郑荣也是说出了同学们和她打招呼的原因 之前是因为赵上春 大家才不和你打招呼 这不多亏了你 同学们不用再看赵上春的脸色了 两人话还没说完 就听见一个女生叫路 放学后来找我 回头一看才发现是路呢 正当路想要回绝的时候 就听到郑荣表示 他一定会去 就算天塌下来 他也会去的 路还想要询问郑荣 为什么替他答应下来 话还没说完 就被郑荣打断 以后你得好好请我一顿 还有恭喜你变得频繁了 听到这句话 路心里想到 对啊 哪怕是一时的 就这样频繁下去了 而在学校的角落里 一声碰碰的声音传了出来 拉近视角便看到赵上春在修理人 只因那些人说了些昨天的事情 赵上春便要将那些人通通修理一遍 而很显然 赵上春也不准备放过路 很快 他便找上了郑荣 并和郑荣说道 我是为了之前的事情给他道歉 你只需要把路带过来就行 有了之前路的反抗 郑荣亦是如此 即便被打 也依然不肯将路带过来 既然你不肯将路带过来 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从早上就开始 就有苍蝇在我跟前叽叽喳喳的 还有走廊那些在我背后悄悄说话的兔崽 还有现在 你被按在厕所地上 不都是因为河南路那小子吗 可令人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郑荣居然一拳打在了赵上春的脸上 虽说此刻的手在发抖 但也恰恰证明了郑荣的勇气 与此同时也激怒了赵上春 随后只听哐当一声 郑荣便倒在了厕所门前 上集讲到郑荣为了不将路叫过来 却反被赵上春暴打 而此时的路丝毫不知道郑荣发生了什么 但同时心里也有些纳闷 他说去烫厕所 怎么连课都不上了 可当回头发现赵上春两人也没在 心里感觉有些糟糕 很快便下课了 路也是起身 看来得去找一下他 他不是一声不吭就翘课的人 感觉不对劲 可刚打开门 就看到浑身脏兮兮的郑荣 看到路的那一刻 郑荣的眼神有些躲闪 便摸着头表示逃了会客 路寻问道 你真的没事吗 而郑荣笑着和路说 跟赵上春打了一甲 他也不过如此 我也打了他好几拳了 现在说不定在哪了 虽然郑荣在笑着说这些事 但路知道郑荣这么说 都是不让自己担心 便问道 你做错了什么 而郑荣则是反问道 你以前是因为做错事才挨打的吗 听完这句话 路猛地起身 问道 他们在哪里 而郑荣则是拽住了路 表示 自己真的没事 别去 而听到这句话 路认真的说道 不是结束 而是开始 以后你就是他们欺负的对象 郑荣听完这些话 道 你真的变了很多 我是因为你 我才懂了 忍耐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我也要做出改变 我是不会光挨打的 更不会在他们欺负人的时候 袖手旁观了 所以 你不用担心我 而这也不是结束 而是开始 看着他垂向自己那有些发抖的手 路心里明白 虽然他装作若无其事地笑着 但是 他内心里还是在害怕 很快变到了放学时间 路娜看到路在收拾东西 询问道 你不是跟我事先约好的吗 而路的回答则是 抱歉 我们以后再聊吧 这时教室外想起了声音 是我们先和他约好了 你们以后再慢慢聊吧 可是路没发现的是 路娜的瞳孔与人类的不一样 而就在学校外 居然出现了一些身披黑衣的神秘人 路过的同学还在疑惑 又没下雨 穿什么雨衣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一会他们就将笑不起来 与此同时 赵上春带着路来到了一个仓谷 很显然 路是因为郑荣才答应和他们过来 就在路还在发出警告的时候 赵上春则是一脸怪笑 道 我可一点都不想关照你 怎么办呢 而也就在赵上春说话的时候 他的同伴已经在后边 做好了袭击的准备 可就在落下的一瞬间 还是让路瞬间发现了 而在学校里 那些黑衣人已经进入了教学楼 那些黑衣人一直在闻来闻去 当然 意外总会发生 这不 一个学生不小心撞上了黑衣人 最重要的还是不良学生 因此 当然引起了黑衣人的注意 而在另一边 那一棍显然没有打到路 相反的是 反倒被路一脚踹在了地上 而也就在跳起来的一瞬间 反而被另一人找到机会 但瞬间就被路膝盖顶了出去 而这一顶不要紧 要紧的是铁棍居然插入了墙里 这一顶 将众人的战斗欲望直接瓦解 可即便如此 还是有些人不信心 再怎么牛 也是一个人 可当一拳一个小朋友的时候 就连赵上春都不敢相信了 这还是我认识的河南路吗 很快 路的身边就空空荡荡了 看到这一幕 就连一项胆子很大的赵上春 都有些未知了 就在畏畏缩缩后退的时候 回过头 居然发现了一个啤酒瓶 索性一咬牙 便将瓶子打碎 准备决意死战 可就在两人僵持的时候 外边居然传来了救命的声音 快来人了 随后就是一阵惨叫 而视角转到教学楼里 便看到那名黑衣人 将一名同学锁了起来 随后就见到那些黑衣人 不管不顾 直接搜查了起来 而在医护室里休息的阵容 也被惊叫声吵了起来 就在疑惑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转头一看 居然发现身后有一名黑衣人 上集讲到露天平一己之力 就将江上 以及他的伙伴打倒在地 却在关键时刻 学校外面发生了喧闹 两人也是立刻看向外面 却见到许多名学生 一边跑一边大声喊 有怪物 听到这些的露天 脑子里瞬间出现 难道是那些怪物找我来了吗 于是便立即跑向了外面 听着耳边传来求救的声音 不免想到 难道真的是那些家伙 就在这个时候 后面的江上居然搞偷袭 可即便他的速度再快 还是被露天察觉到了 露天随手就将大门关起 将大门锁了起来 表示 你要不想死 就好好待在里面 而江上看到露天不给自己开门 也是不由暗骂 巧的是 江上刚转身就看到了窗户 教室里 老师发现外面吵闹 也是出来查看 谁在教室里喧闹 还不安静下来 随后便看到 学生在自己面前被怪物干倒在地上 这到底什么情况 还没等老师反应过来 就被怪物一拳轰进了办公室里 看到这一幕的其他老师们 也是迅速起身 加入了逃跑的浪潮里去 而在楼上 还有的同学在开玩笑 你听说了吗 楼下有怪物 哈哈 这话你也信 而露娜刚好在旁边 听到了这些声音 随后便眉头皱起 难道是 瞬间向着楼下跑去 看来那些怪物比预想中更快 那必须先找到那小子 而也就是这个时候 在露娜的正前方出现了一名怪物 那名怪物出手向着露娜袭来 露娜显然有所准备 貌似是从大腿那里拉出细线 仅仅几个动作 就将怪物缠绕了起来 更是一个踏步 将细绳缠绕在了怪物脖子上 落地的瞬间 紧紧地拉住细绳 伴随着怪物的惨叫 露娜一边收紧细绳 一边迅速往后退 很快 怪物就扑通地倒了下去 而在其他地方的学生 可就不会那么幸运了 都还在死亡线上赛跑 就在这关键时刻 露天暗响消防队拽的警报 转身就向着露天袭来 露天则是想着 要把这些怪物引到没人的地方 随后就看到 他追 他逃 他插翅难逃 可这跑不要紧 居然还有人搞偷袭 看来江上那家伙还是不死心 幸亏露天反应快 一个闪身便躲了过去 而江上不知道的是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怪物一个横拍 就将江上狠狠地拍在了墙上 更是威胁露天 你要是敢跑 我就杀了他 而听到这句话的江上 也是吓得大声喊道 别光看着 想想办法呀 听到这话的露天 则是反问道 我为什么要救你啊 你可是要杀了我 而听到这话 江上也是求饶道 我给你当牛做马 下辈子都听得你 快救救我 我错了 也就在这说话的间隙 露天瞬间便打向了怪物 还抽空想着 他以前这么欺负我 我为什么还要救他 果然 还是做了我最不喜欢的人事啊 露天也是越想越气 越打越来劲 更是一脚边将怪物相进了墙里 终于完事了 如你所见 我是一名17岁的高中生 之前我频繁转校 这也使得我常常被称为怪胎 屡屡惨遭霸凌 每当我想要反抗 身体就像被套上枷锁一样 因此我常常不能理解奶奶的做法 之后我才理解到奶奶为什么要这样做 之后 就是我的转折点 我在这一年历经的是 你们任何人也想象不到的 先是莫名其妙地遇见怪物 后是奶奶为了保护我被妖物所伤 可当我再次醒来 却发现奶奶离气失踪 我不知道的是 奶奶为了将我体内的血脉觉醒 竟是以自身性命 而在此后 我的身体发生了一些变化 就连那些妖物都不是我的对手 而在此间 我也了解到了那些妖物从何而来 为什么找我和我的奶奶 因此 他们找上我所在的学校 也是理所应当 突然 楼梯口居然摔下来一名妖物 看到倒地的妖物 也不由使我大惊 到底是谁 在对付这些怪物 可当看向楼梯时 看到的是一名女生 竟然是她 露娜也是注意到了两人 看到是我和江上两人时 不由眉头皱起 到底是傻还是笨 都这么欺负你了 便一脚踏出 看到露娜的江上满脸激动 可激动不过两秒 就与露娜的38码小脚 来了的亲力接触 露娜同时也是非常优雅地落了地 说道 我来对付他们 你先出去 我有些诧异 什么 你在说什么 露娜无语道 笨蛋 我是让你把他们引出去 教学楼里还有人呢 看到楼梯口那些蜂拥而至的妖物 露娜焦急地说道 没时间了 快点去体育馆 听到这些话 我急忙破窗而出 以飞快的速度奔向了体育馆 当进入体育馆后 我回头看去 居然什么也没有 难道没上当 突然 就见到体育馆上面传来玻璃破碎的声音 果然还是来了 伴随体育馆那一声巨响 我艰难地举着篮球炸篮 只为将那些妖物抵挡在外 看到这一幕 我意识到这些妖物没有自我意识 全凭着一股要杀我的执念在行动 但是 这些怪物 比我以前见过的厉害 不行了 就在要坚持不住时 细绳及时缠绕到了妖物的脖子处 一股距离便将妖物甩了出去 就当我处在迷茫状态时 忽然看到了反光 也是暗叹 一瞬间就解决了两个 也太厉害了 看到我一脸呆滞 露娜表示 你还在发什么呆 我则反问道 李露娜 那么多怪物呢 还有 你到底是什么人 很显然 现在可不是聊天的时候 只听楼顶咚咚作响 随后就见四周的窗户 甚至楼顶不断地出现怪物 看到这么多怪物 心想 看来的确不是时候 而那些怪物此时也不再掩饰 脱下了穿戴的衣物 恐怖的一幕出现了 那些怪物正在不断融合 融合的时候也不忘向着两人攻击 看到巨大的手掌 我也是一棱 一声巨响 使得地面不断震战 当那双手抬起 地面居然出现了一个手掌印 而此时我和露娜已经躲了起来 见识浅薄的我不又问道 怎么会变这么大 而露娜则是所问非所答 这样说不定更好 变成一团更容易对付 我有一个想法 还没听 我就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 不久后 便看到露娜站在讲台上 喊道 看你这吵吵嚷嚷的样子 你要找的东西不见了吧 很显然 这只怪物并没有自我意识 见人就冲 露娜则已经做好了准备 紧紧握住手中的绳子 就在那只手掌将要触碰它时 绳子一拉 便见帷幕掉了下来 将怪物笼罩了起来 露娜此时向上喊道 就是现在 与此同时 我正掉在房顶的 看来该我表演了 我脚紧紧地蹬向楼顶 我用出了全身力量 将铁杆捏得嘎吱作响 螺丝也随着我的力量 不断崩掉 随后 整个铁杆被我的力量拉了下来 怪物此时也从帷幕挣脱了出来 我则拽着整个铁杆向着怪物插去 到此为止吧 我叫露天 我所生活的地方 乃至全球都被魔族入侵 魔物们大肆杀虐人类 但我知道他们的目标始终是我一人 当然 一切的起因也是从我开始 起初 在我还是普通人时 魔物就一直在我身边 只不过是我的奶奶替我挡住了他们 我无意中撞见奶奶与魔物的战斗 奶奶为了保护我 导致被魔物所伤 而奶奶为了将重伤的我就醒 以自身性命换我的性命 可怜的我苏醒后 只是认为奶奶失踪 在我寻找奶奶的过程中 我逐渐了解了些事情 我是一名魔族 同样 我的奶奶也是 奶奶还有另外一层身份 那就是魔族王室的警卫队长 我的身份就不得而知了 而那些魔物找上我的奶奶 只是为了某件物比 就在刚刚那些魔物来到了我所在的学校 我和露娜非常困难地将魔物杀死 我看着那庞大的身影 不断化成灰消失在空中 心中一紧 也许奶奶当时也是这样吧 而我不知道的是 巨大的危险也在不远处等着我 校园的另一处 一名黑袍人正抱着糖浆 突然 黑袍人仿佛察觉到了什么 停了下来 看着天空上消散的灰尘 黑袍人低头看向了仓谱 像是知道了什么 阴森地笑了起来 而两人也是准备躲到安全的地方 我刚准备问露娜一些事情 就听到有人在喊我 唐浆的声音 我回头看去 便看到唐浆步履蹒跚地向我走来 我赶忙跑了过去 而在不远处的露娜发现了些问题 向我喊道 站住 我则停了下来 听着露娜说 有些不对劲 你看她的脚下 她的影 你没发现她的影子过分厚重了吗 你不觉得奇怪吗 我想要反驳什么 但看着亮腔的唐浆 一时雨色 而唐浆突然脚移用力 呼到了我的怀里 我询问道 你怎么样了 只听到她说 快点逃 我还在疑问她在说什么 却不知 我的后面居然出现了一只魔物 唐浆虽说一直在提醒我 可还是为时已晚 我和唐浆两人 纷纷被魔物捅了个透心凉 看着我两人倒下 露娜也有些不知所措 也许是冰死 我竟看到了以前 奶奶为了救我 顾兮被魔物所伤 看到我的脸上布满了奶奶的血 突然 场景变化 我仿佛又回到以前 奶奶陪着我过生日 听着那熟悉的生日快乐歌 以及奶奶温柔地说 快吹蜡烛 许完愿就可以吃蛋糕了 而我每次的愿望就是 希望我能和奶奶永远地生活在一起 我许好愿望 伴随我吹蜡烛 现实中的我竟站了起来 正在离去的魔物不由一景 而赶往这里的露娜也是不由一愣 当我吹灭蜡烛 眼前什么都看不到了 我不由大喊 奶奶 你在哪里 快开灯 不害怕 灯在亮起的时候 我的样子也变为了现在的样子 而我对面的奶奶 则倒在了桌子上 我急忙起身 奶奶 你没事吧 而眼前的一幕令我不敢相信 我奶奶正在消散 隐约中我听到了奶奶在说 露天 你要守好共生之门 不要啊 奶奶 求求你了 不要丢下我一个人 随着灯光变暗 奶奶也逐渐消失不见 我是谁 我到底是谁 随着我的心情爆发 现实中的我身上冒起了蓝色火焰 眼中冒起了蓝色光芒 而这蓝色火焰 不由让魔物和露娜一惊 为什么 她明明已经没有意识了 而且这股力量 比刚才还要强 随着一道蓝光 就见到露娜向着倒地不起的 我跑了过来 露天 你要坚持住 也许那是奶奶最后一次保护我了吧 我缓慢睁眼 我猛地一惊 我这是在哪里 随后迅速起身 同时也不小心牵扯到了伤口 随后我便查看起了四周 我叫露天 本以为已经消灭了所有的魔物 却忽视了报复往往是最后才登场的 更没有想到那个魔物那么卑鄙 附身在了我唯一朋友的身上 机会见到了奶奶的最后一名 奶奶告诉我 让我守好共生之门 可我连共生之门是什么都不知道 更加没想到 我堂堂的魔族笛子也有了守护者 而这个守护者 还是我学校里的笑话 这不亚于我买彩票中了讲 当即我就给她展示了一把厨艺 正所谓 想抓住女人的心 先要抓住她的位 随着我醒来 我起初只是观察四周 实在看不出来什么 便走了出去 我好像是在什么人的家里 但是不像正常的屋子 一定有问题 每个窗户都安装了这种特殊的栅栏 看来屋主在安保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而且 这扇门也太大了吧 但小行为上总是没错的 说实话 不是我大惊小怪 谁看了谁不惊讶 这里简直什么武器都有 家里居然有这么多装备 而且每一件看起来都很危险 而这时 耳边居然传来了声音 我转身仔细听着 居然是音乐声 我顺着音乐的声音悄悄摸了过去 随着我越走越近 我终于来到了声音的发源地 看到声音越来越近 我激动地挥起了战斧 刚准备挥下 便看到出来的人是露娜 还是刚刚洗完澡的样子 一瞬间 仿佛时间都凝固了 一时之间 我竟差点连手中斧子都拿不稳了 露娜则是一脸呆滞地看着我 随后便是一场喊喊淋漓的大脚 差点连房顶都掀翻 随后 我站在一处油花面前 等待着露娜换衣服回来 露娜还没到楼下 就说道 你的回复能力可真了不起 我还以为你要躺好几天 都不足为奇 这么快就恢复了 真厉害 而我还是想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 可露娜表示 想不起来好 毕竟不是什么好的记忆 一想到刚才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谢谢你救了我 露娜则是 你道谢的方式凶狠了点 不过我接受了 我有些尴尬 不好意思地问道 唐江怎么样了 而露娜已经预料到我要问什么了 说道 我就知道你会先问这个 她现在正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接受治疗 你不用担心 听到这个消息 我有些颤抖地说道 真 真的吗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眼泪竟要流了下来 露娜则低下头看看我哭了没 紧接着 我便问道 你又是谁呢 露娜看到我问她问题 并没有说什么 而是看了看我 随即起身 说道 我饿了 你不想先吃点东西吗 我丝毫没有想吃东西的兴趣 而露娜还在说着 因为某人呢 我从昨天到现在一顿饭都没吃呢 我没有一点想听的欲望 而是站起身 便向着外边走去 露娜看到 有些无语 大喊道 站住 你要去哪里 我则回复道 当然是回家 我连你是谁都不知道 显然露娜是不同意的 并表示 你的身体状况还不行 想走除非把我打倒 我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还是向着露娜打了过去 露娜也非常轻松地就躲了过去 我的伤口却有些复发 而这时露娜则说道 看好了 迅速抓起我的手 一个简简单单的琴娜 就将我扑倒在地 说道 就凭你的状态还想打败我 而我没理会这些 独自说着 我唯一的家人 我的奶奶去舍 我还获得了不知名的力量 又被那些怪物追杀 同学们也因为我 全都是我的错 当我说完 耳边就传来 守护者 我是保护你的守护者 而我有些诧异 露娜接着说道 你看 就算我说了 你现在也不会轻易行进 先要养好身体 而且你是我家的第一位客人 我还准备了饭菜 露娜刚说完 我就询问什么味道 露娜回头看去 闻了闻 房间里再次传来惨叫 我炖的汤啊 彻彻底底的糊透了 露天 你要吃吗 很好吃的 看着那份汤 我委婉地说道 我还是不吃了 随后便听到 我把昏倒的人带回家 给他疗伤 照顾他睡觉 好不容易能吃上饭了 结果却因为和某人吵架 连汤都烧糊了 我有些不好意思 便问道 还有食材吗 随后就在露娜震惊的眼神中 切菜 搅拌 炒饭 看得露娜目瞪口呆 看到这些菜 露娜表示 做得还是挺不错的 你跟谁学的 对了 你说你是和你奶奶相依为命 那就是和你奶奶学的 我有些想要了解 你的奶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